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场议程 接下来的主题是用Python做太阳能发电监控 由Malo主讲 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OK,好,大家好 我是高雄Python的Malo 我是高雄Python的Malo 开场顺便帮我们高雄Python打个广告 如果有来高雄的话 欢迎来我们高雄Python的活动 会场来参与一下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要怎么样用Python来做太阳能的发电监控 那会选这一个主题的话 最主要是因为近期我的工作的话 有一大部分都环绕在这一个主题上面 那既然要讲太阳能的这一个发电的监控 我们就会 我这边的话就想说 我们就是不只是在监控面的部分 做一些了解 我会从太阳能产业的一个概况 然后接下来是硬体配置 那监控我们到底在监控哪些东西 以及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硬体通讯 要怎么样通讯 那最后的话是我们把资料收集完之后 我们通常会进行哪一些分析 以及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有遇到哪些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太阳能产业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的太阳能的发电场的话 大致上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屋顶型 以及地面型两种发电的一个场域 那当然还有所谓的水面型 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台湾做的其实不多 那我们先不讨论它 那在屋顶型的话 就有如右手边这两个看的 屋顶型搭上这样 有一个在屋顶一片一片把隔开 有的是直接平铺在我们的屋顶上面 贴在我们上面的铁皮屋上面 那另外一种地面型的话 就像左手左下角这一张照片 那这一边的话就是 等于是在地面上 沉溺着我们所有的太阳能板 来进行一个发电的功能 那屋顶型的话这两种的话 各有它的优缺点 上面这一个的话 当然这个是场地允许的话就用这一种 那不然的话蛮多都是像下面这一种 下面这种的话就比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比较贴近我们铁皮散热比较差 所以它的一个发电状况的话 往往会没有像我们左边的地面型的这么好 那但你就想说地面型比较好 那我当然该地面型 那也不是这样的 是台电这一边的话 它会有一个收购电价的一些规范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说 屋顶型的话 总体来讲的话 它的收购电价是会比较高的 所以当然如果说我们可以用屋顶型的话 我们会得到的费率 相对于地面型的话会好很多 那水面型的话也都还蛮不错的 只是水面型的施工的工法 这些东西相对的都会比较不容易一点 因为他需要做很多服务桶 然后又有下雨 它的高低水位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影响因素 那你会想说 为什么地面型 它就只有一个1k瓦以上 它就没有区分了 因为一般地面型的暗场的话 它的面积都很大 所以基本上都会在 都会在1枚 千瓦以上的一个暗场 居多 有时候常常多到五六或十几 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一边是我们 这一边的话是我们台电的 这一边的发电成本的部分 那这边是一个参考资料 如果您到这一个 你查询这个项目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 这是台电制建的发电的一个费率 那这是他购入的一个费率 那你也看到说太阳能光电 相对于我们的 燃煤燃气 或者是水利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成本都相对的 是比较高的 那刚刚有提到说收购的费率 那你就会想说为什么 那台电为什么不自己建 因为这一个政府目前的话 就是想要建制 在2025年的话 他想要达到20Gigawatt 那这一个量体的话 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发电的量体 我们大概粗略给他估算一下 20Gigawatt的建制成本的话 大概会来到至少一兆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 就是产业的规模的话 当然你不太可能期望说 完全由政府来发包施工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进发电厂的一个动作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就会采用让民间自己去建造 然后利用补贴的手腕 来达到说我们的 这个发电的转型 最主要是想要减少我们 这些燃油燃煤 然后火力发电的污染的部分 那因为做了太阳能 那也相对的衍生出一些麻烦出来 那我们由这一张图来看 我们的电力的供需平衡的部分 我们就会发现 因为太阳能的话 它最主要的发电都是在白天 那它会有一个尖峰离峰期的一个 一个这一个 尖峰离峰的一个状况 相对于我们火力发电的话 我们机组只要运转起来 它就是蛮平稳的一直在供电 有点不太一样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会造成了 就是这个多余的电力 我们先不讨论 我们先讨论一下是 它在早上的时候呢 短短的几个小时 它就升到 假设我们真的20GW渐程了 那这短短的时间内 它就涨到了20GW 那傍晚的时候呢 这个早上升起来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发电量增加 火力我会关掉 但是呢 等到傍晚 从三点可能到五六点的时候 这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的太阳冷就会急速的挥零 你可以想想20GW的电正在供 瞬间两个小时就趋近于零了 那变成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呢 就是台电这一边的话 火力发电就必须要support上来 那support上来的时候 因为台电的这种火力发电机组 一般来讲过往的资讯的话 大概是标准的可能至少要八个小时 它才能不up起来 那现在他们在努力 有把它提升到四个小时 甚至还要再更短 那你想四个小时会没太久吧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火力发电的话 你可以想东西要燃烧 要达到那个温度 机组要运转起来 你还要必须要水沉器推动涡轮 那这些的话都需要一个庞大能量 才有办法去做这一个initial的动作 然后进行一个发电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变成说衍生一个所谓的电力调度的一个需求突然 这个电力的调度就会有这一个台电最近就推出一个叫做俊石的系统 这个俊石的系统最主要是它初步的话是想要了解你目前的发电的概况 那最终最终它想要航向一个就是伟大的航道 就是它这个规范里面有规范的每一个inverter都必须要受它的控制 也就是说我如果电力太多的时候 我甚至我还可以让你停止发电或降低发电效率 那如果过高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需求比较多的时候 我再恢复你的发电 那或者说我的电网的一些功率因素不好的时候 我可以去调整你的功率因素来配合我的电网 让我的电的品质变好 它是会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大目标 那当然这不是很容易 他们都还在建制 那另外一个提到的就是说多余的电力的部分 多余的电力的部分呢 近几年的话都在推一个叫做除冷的系统 那这个除冷的系统的话就是 比如说你有不管有没有太阳冷 那有太阳冷的话 他会更希望你再加一个除冷的设备进来 那除冷的设备 你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 它就是一个大电池 这一个大电池呢 在太阳冷白天有多余电力的时候 可以往这边存 晚上的时候离风可以由它来补足 那当然这必须我们的除冷设备 也要达到一个比较大的量体 才有可能会有办法这个样子 那这边有提供连结 会后的话我们这个连结再提供给大家去观看 那有比较详细的一些介绍 那接下来是我们硬体配置的部分 太阳冷场硬体配置的部分呢 这边的话比较粗略的讲 因为我们是概括性的介绍 我们的太阳的模组 仅由太阳冷发电发直流电 进来直流的DC箱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太阳冷的inverter 也就是逆变气或变流气 过来之后变成AC的电 然后再汇集到交流的配电盘 这边也许还要再转换我们的电压 或没有转换 然后输入我们的公共电网来进行一个卖电的动作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直流接线箱 就是从太阳冷板下来之后 我们会经由一个DC箱 然后汇集出来之后再往inverter 也就是这个inverter这边前进 来进行一个电力的转换 变成交流电 那交流电这边出来之后呢 就会再经由这边的Brega出去 然后就往我们的 这一个汇集到 我们要输出电网的地方 这边的话 那这上是我们的硬体配置的部分 那讲完我们的硬体配置 跟产业概况 相信对于我们的太阳冷的部分 大概就会有一个基础的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说 那他到底想要监控什么呢 那要监控的部分的话 这个的话是我们现场的一个 另外画过设备的架构图 那基本上我们现场 大概就会有日照计 温度计就温度贴片 我们知道模组有没有过热 然后有逆边器的模组 然后会有数位电表 我们知道总偷偷的发电 然后经由一个资料收集器 把它送完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云端伺服器 然后再以网页的形式后台来做一个分析 分析要的呈现 那在监控什么呢 当然就是有没有赚钱 这是业主最关心的事情 那谈钱伤感情 那降格调 所以我们来谈谈技术 技术的部分的话是 当然是第一个关心的是发电的效率 那他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PR值的一个 这个发电效率的判别 这个话我们等一下再做分析的部分 我们会再另外提到他的公式 那我们只需要说发电效率 我们要知道 另外一个是设备是否损坏 比如说我们的逆边器 可能会有坏掉的时候 那逆边器坏的时候 他通常会有elancho 或者说你根本就读不到他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需要 可以远端知道这个状况 马上派人去查修 不然的话 你一场比较大场的 你可能一天 也许你就是会差个几千 身三万块 那这个 那但是你用人力的去寻场的话 基本上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你的暗场偏步全台 你必须要非常多人 一直现场的去寻查 所以一般都会用监控 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另外是模组是否裂换 我们的太阳的模组用久了 他一定会有变质 那甚至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他上面其实也是细晶圆 所以他也可能会因为用久了 然后就开始有局部坏掉 然后就会发热 那造成我们的能量的转换 就会变差 接下来是限度是否正常 那这个限度是否正常的部分呢 就是会带到一个新闻 比如说像这个新闻的话 就会讲说 我的太阳能场 那可能是因为不明原因 有蛮常会遇到是老鼠 去把它限度咬掉 老鼠还蛮喜欢咬这个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那常常咬完之后 这些阵子我们有一些暗场 也是一样 经由老鼠咬完之后 那我们到现场看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焦尸在那个地方 那烧完的火的那一个电场的话 就是模组就呈现像这样 这有稍微比较厉害 整个都塌掉了 这蛮可怕的 那我们再来继续 接着的话是 是否有遮阴的东西 会有没有遮阴 那遮阴的部分的话 可能我们比较难理解 我想说遮一点点的话 是不是 这边的话一个参考给大家看 那我们看一个比较直观的 有一个小影片 我们大概看很多两分钟 他把solar panel 就接到我们的pump上面去 那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遮这一个 遮我们的太阳能板的时候 他的发电状况 是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个样子 其实你会很惊讶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你看他挡到中断的时候 他整个固然就不发电了 他并不是说我挡了一小部分 我就那一小部分不发电 因为里面的晶圆 有一些串并的关系 那假设说我的局部 如果是没有在发电 就有点像没有电的电池一样 他会变成是比较大的一个阻抗 然后造成比较严重 就造成我们整个板子 通通都不会发电 那比较轻一点的话 他就是变成是一小个局部 会你看他才遮这样而已 然后在过去一点点 又pump的那个力道又变大了 所以他遮到的时候 两种状况 一个是甚至不发电 一个是他转换成热 转成热的时候我们的板子上面的话 就会容易 就是他可能会升到六七十度的一个高温 然后造成你的晶圆会损坏 那你的模组的发电效率相对的 就会降非常的多 OK 那我们大概看这样就好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PPT 那接着的话是 并接电网电压的频率是否稳定 因为台电的供电不一定永远是稳的 所以不稳定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发电会变差 或者降载 这个的话等一下我们分析的部分会讲到 那接着的话我们来谈谈说 在太阳能电厂里面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一个设备的通讯 那盖棺来讲的话 我们的需要通讯的地方 会有逆变器 然后日照剂 温度 温度剂 然后数位电表 其他之前有接过一些保全设备 温度开关 比如说过热的时候必须要跳脱 不要造成箱体烧毁这类的东西 那这一部分的话 逆变其实有蛮多的通讯协定 那我们以最常见的来讲 以逆变器来讲的话 我们资料收集器 可能会用485接到我们的逆变器上面去 然后进行Mobus通讯 这个就会称之为使用Mobus RTU 底下这边有通过WiFi 通过一射内 那这一部分的话就会采用 网路的形式 就会叫做Mobus TCP的方式 来进行通讯 那这一部分的话 这边的话是参讨流扣 就是我们引用了一个Mobus toolkit 然后用Mobus RTU的module 我们透过SerialPort的一个 Library 那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 这一个今日发电跟累计发电的讯息 把它读出来 那这边的话有小弟之前 2018年的时候有投稿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有关于 也会详细到比较多Mobus的一些通讯 有关于电表 PLC或者是种种设备的部分 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是日照机 跟温度贴片的部分 那如下面这个图来讲的话 我们日照机跟温度贴片 它输出的话 可能都是电压或电流的讯号 那会经由一个表头的转换器 转换成通讯的方式 然后我们的资料收集器 再跟他们做进行通讯 那大多数走的也是 以Mobus的一个通讯协定 来做进行资料收集 那这一边的话 我所示范的也是使用一个Mobus Mobus RTU的方式 来把我们的资料读回来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这一边的话是用holding register 也就是我们随所谓的AO的一个点位 那刚刚的话是叫做analog input 它是属于AI的一个点位 那各个厂家他的习惯不一样 就会放不同的点位 那在我们的 这一个电表的部分 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它可以采用485 那485的话 比较常见的话 就是Mobus RTU 那有一部分的话 是Ethernet 就是Mobus TCP 那少数的话 它可能会走我们的 这一个Begnet的 一个通讯协定 那这个的话 是属于智能建筑 上面会比较常用到的 那这相对的少见 所以我这边就没有特别的 再去提他 那我们的资料传递 就非常简单 从资料收集器到前端网页 都是用RESTful API 来进行实作 那这边的话 就是 讲太多的话 基本上很难在30帧中里面涵盖过去 所以我们大概 介绍一下架构就好了 目前的话 我们架构的话 是就是把BaseOn 在一个Hlock的一个 它是在BaseOn 在AWS的一个平台上面 那我们DP的话 是采用PostgreSQL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JubQ的一个Worker 来做一个资料的整理 我们会做一些分析 那最早之前的话 曾经用过NoSQL 那玩到后来 其实基本上是踩了不少的坑 所以后来又回到了PostgreSQL 比较 用起来比较顺手一点 那网页架构的话 就是以Fresk Gunicom的部分 来进行一些搭配 那以上的话 是有关于我们的硬体的通讯 跟我们的云端整体的架构 那接着的话 我们来讨论一下说 在暗场分析的部分 暗场分析的部分的话 我们资料收集完之后 会把它做一个overview 可以知道说 每一个厂市目前的发电状况 大概怎么样 建置大概是怎么样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比较常看的 可能就是日发电趋势 那由这一张来看的话 不太清楚 不太懂了 可能就说 这看起来好像也还蛮漂亮的 那其实不是这样 以这个暗场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观察到说 奇怪了 中午11.2点 它的日照应该是最好的 那发电却变差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查查看 到底那一天的日照 在正中午的时候 是不是有阴影 有变阴天了 这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没有 像这一场它就没有 那为什么会发电降低呢 我们后来查到后来 都要发现的是 这一个现场 因为附近是工业区 那他们中午时段的时候 他们会休息 机台都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 因为供电需求降低 所以用电人变少了 我的电压就会往上飙升上来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的电压过高 就会造成我的inverter 这时候会因为电压过高 所以它就会降载发电 这时候发电量就变不好 所以这就需要 需要做一些处理 不管是由台电端 或者是这个电压 可能会请台电去做一些调整 来让我们的发电的效率 会更好一些 那另外的话 可能就是月发电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说 目前发电状况 或者是年整年的每个月发电 那接下来的分析呢 是这个的话是 等于是每一个inverter 就是逆变器 每个unit我们都把它拉出来 来确认一下日照 跟我的这个逆变器 每一台的发电的 就是每k瓦的度数 会发多少的电 那这张图的话 如果它是出现在屋顶型 那就蛮正常的 因为屋顶型的话 就是会有南北向的问题 它就会 大家的发电会有高有低 但是如果地面型的话 通常都这个曲线 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地面型 大概面向都一样 所以如果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 代表这个比较低的 就是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会去 特别去抓的部分 那发电效率的话 另外一个参考因素的话 就是所谓的PR值 PR值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会希望 它在80以上会是比较好 但有人说75 那越高的话 当然是越好 那这一部分的话 它会有一个 在IEC6246 或者是61724里面 它会有一个 performance ratio 的一个比例 那时间的话 因为比较少 所以我们大商就带过 它就是 只是要把我们的现场发电 跟我的参考值 也是日照值来做一个相处的动作 来了解说 我的发电量 跟我的日照值 有没有匹配到 那接下来是进阶的发电分析 发电分析的部分的话 以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 所谓的屋顶型的发电 屋顶型发电的时候 因为南北向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是北向的 它就比较差一点 南向的 它也许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这样的差别 那我们切换到另外一个场次来讲的话 这个的话 我们是把数据把它视觉化 那从我们比较容易拉 抓问题 像这场就比较乱 因为它的现场 已经年久失修了 对比 你看上面这两个 inverter已经没发电 下面这一边的话 有一些inverter 有时候有问题 有时候出没问题 所以它这个就是断断续续的 就代表说我们 1 2 3 4 然后像5这几台inverter 可能都需要去调查看看 是不是发电状况 比较差一点 那当然它也会有 所谓的Aero call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经由 去分析它的一个PR值 来进行说 那个现场 如果日照剂 需要做一些调教 因为PR值 最高就是100而已 时间还有一些 那接着的话 另外的话 刚才是过高 那这边的话 是发电量不足 就是我们会去查询说 我们整场平均是多少 但是你单一台发出来的话 如果比较低 那就代表有问题 这个话就必须要 特别捞出来 来查看一下 那这一边的话 我们的这一个 PP到这边 有人问说 直接被日晒造成的温度上升 跟被遮灶造成的发电转热 哪个太阳能板的损害可能比较大 如果遮阳的部分的话 应该说遮阴或者说有脏污遮到的话 我们在观察或者说有一些研究单位调查出来的 它会单一个点 它会单一个点就上升非常的多 它可能有时候可能会飙到六七十几度 跟我们平常正常在发电的时候 它会升到大概五六十度的板温不太一样 那当然单一个点温度越高的话 对你的晶圆的寿命来讲 就是一定会越差 所以有遮阴的话的确会造成蛮大的影响 会比较大一点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 刚刚议程中展示的影片 太阳能板在特定角度被遮蔽 就很影响它的效率 这是在完全遮蔽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还是其实像台湾容易阴天或多云的情况下 就会严重影响 刚刚是为了要讲遮阴的问题 那如果是整片的遮阴 它其实并不会有某一个晶圆 完全没有日照 造成单一颗晶圆的这一个组织上升 然后它就会变成是 应该说一个组织上升的时候 一来是所有的电能 都会在那一个晶圆上面把电能消耗掉 那就会造成它温度上升 供电就会下降 那如果是非常Smoose 整片板子通通都往下降 就是日照都平均的往下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会有这样的发热的问题发生的 所以刚刚那个影片的话 其实它最主要展示的是 我如果遮局部的话 遮最下面跟遮中间 斜着遮 那随着它的晶圆的配置摆设的 那一个串接不一样 那会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这边已经算是比较微观一点了 这个比较多都是由研究单位 他们去研究出来 然后做分析的 那其实在我们暗场 真的在看的时候 并不会把它看到这么的细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场议程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大家的感谢